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数据显示 不少常年饮酒之人都患过酒精性一线炎 因此一定要引起重视 三 脑损伤 酒精对大脑的损伤还是很大的 如果常经饮酒会影响大脑感受期的正常运转 对自身的认知功能及反应能力都会有一定的影响 若是酗酒者还会加速大脑的衰老 更有甚者出现了永久性痴呆 好了 各位亲爱的朋友 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 如果大家有什么疑问可以关注我或到下面评论区留言 我们一生每天下班后 集中一个时间和大家在评论区交流关于健康的那些事